属灵人,眷食身体第二章,疾病逆生 疾病是人生中最常遇的一件事 我们如果要知道如何保守我们的身体 在荣耀神的情形里 我们就必须知道 我们对于疾病该取何种的态度 应当如何利用我们的疾病并如何医病 因为疾病是这样普通的 我们如果不知道如何应付 就在我们生活中难免有了一个大缺陷 疾病与罪 圣经启示我们知道 疾病与罪是紧紧相连的 罪的最终结局是死 疾病就是借在罪和死二者之间 疾病是罪的结果 也是死的先锋 如果世上没有罪 就必定没有死 也没有疾病 一件事是定规的 亚当如果没有犯罪 就世上今日必定没有疾病 疾病像其他的患难一般 乃是罪把它带进来的 我们是有鼠灵和物质两个性情的 此二者当人类堕落的时候 都受了影响 灵魂 我们在此孤八次二者和起来说 受罪恶的伤害 身体受疾病的侵犯 灵魂里的罪恶 身体里的疾病 就是证明人是应当死亡的 当主耶稣来拯救的时候 他不止赦免人的罪过 并且也医治人的疾病 他救人的灵魂 也救人的身体 当他起手做工的时候 就是医治人的疾病 当他工作结束的时候 就是为人的罪过 在十字架上做挽回的计 当他在世的时候 他所医治的病人 是何等的多呢 他的手尝试预备好 要摸病人 而使之起来 我们无论看他自己的行为也好 或者看他留给使徒的命令也好 我们总不能不看见 他所要施行的拯救 也是有医病在里面的 他的福音是赦罪并医病 二者并行的 主耶稣乃是要救人 脱离罪恶病疾病的 好叫人认识父的爱 我们无论是读福音书 读行传 读书信 或者是读旧约 我们都能看见 医病是和赦罪并行的 我们都知道 以赛亚五十三章 是旧约讲福音最清楚的地方 新约各处论到 主耶稣救赎的功夫 应验先知欲言的 都是指着以赛亚五十三章说的 其中的第五节说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在这里我们明看见身体的医治 与灵魂的平安 是一样的赐给我们 还有更明显的 就是在这一章里 担当两字 有两种的用法 十二节说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四节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 原文 主耶稣担当罪 但是 他也照样担当疾病 我们怎样因为主耶稣担当罪的缘故 就不必自己再担当罪 照样 因为主耶稣担当疾病的缘故 我们自己就不必再担当疾病 不过主耶稣担罪和他担病的范围 是有点不同的 罪害了我们的灵魂和身体 主耶稣乃是要拯救此二者 所以 他不只为我们担罪而已 并且 也为我们担病 所以 他不特会救我们离罪 也会救我们脱病 现在的信徒 也可以同大卫一同歌颂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诗一零三一 三字可怜 有许多的信徒 因为只有一半的救恩 所以 也只能发一半的赞美 自己受苦 神也受损 我们所应当在这里注意的 就是 如果主耶稣只赦免我们的罪孽 而不医治我们的疾病 救他的救恩还不完全 因为他虽然救了我们的灵魂 还把我们的身体 留着听疾病的支配 所以 他在世的时候 都是二者病重 有时他是先赦罪 然后医病 有时是先医病 然后赦罪 他乃是照着人 所能接受的给人 我们如果查读福音书 就要看见主耶稣 医病的工作 好像比什么都多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相信主的赦罪 好像更难于相信他的医病 太久武 但是 现今的信徒 与这个是完全相反的 当日人相信 主耶稣有能力医病 而疑惑他赦罪的恩典 但是 今日信徒 却相信他赦罪的能力 而疑惑他医病的恩典 今日信徒好像以为主耶稣 不过就是来救人离罪而已 而忘记了 他也是医病的救主 人的不信 总要把一个完全的救主 分作两半 但是 基督无论如何 总是长远的 做人灵魂和身体的救主 能赦免 也能医治 在主耶稣看来 人如果得着赦免 而未得着医治 还是不够的 所以 我们看见他 既对摊子说 你的罪赦免了之后 又对他说 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吧 在我们看来 好像我们虽然是 罪病兼有的人 我们只要 到主那里得着赦免就够了 让我们自己担当疾病 或者另想法子来医治 但是 主耶稣并不是要什么 摊子见了他之后 虽然罪得赦免了 还是要人把他抬回家的 主耶稣看罪孽和疾病彼此的关系 和我们是两样的 在我们看来 罪是属乎灵界里的事 是神所不喜欢的 所定罪的 疾病不过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景况而已 好像与神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但是 在主耶稣看来 灵魂里的罪和身体里的疾病 都是撒旦的工作 他就是来除灭魔鬼的作为 约一三八 所以 他见鬼救主 见病救医 使徒被圣灵默示 说到他医病的事 这样写到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图十三十八 罪与病 也像我们灵魂和身体一样 紧紧相连的 涉罪与治病 是彼此相依附的 神的鞭子 我们已经很普通的 看过了一点 关乎疾病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到 信徒疾病的原因 使徒说 因此 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 与患病的 睡的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 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临前十一三十至三十二 使徒在这里 以为患病 乃是主惩治的一种 乃是因为 信徒在主的面前 有了错误的缘故 所以 主使他们患病 惩治他们 要叫他们自审 除去他们的错误 神这样的惩治他的儿女 乃是恩待他们 要叫他们 不与世人一同定罪 如果信徒悔改 神就要不再惩治他们 这样看起来 我们如果肯自审 岂不是可以免去患病吗 我们时常以为 疾病不过完全是身体的问题 与神的公义 圣洁 并审判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 使徒在这里 已经最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患病是我们犯罪的结局 使神施行的诚治 信徒们多因约翰九章的 瞎子的故事 以为他们的疾病 并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 而受神的惩治 其实主耶稣所说的话 并非畏罪与疾病 是没有关系的 他乃是警戒他的门徒 不要以罪就 每一个的病人而已 当日亚当 如果没有犯罪 就这人断不至于瞎眼 还有一点 就是这人是生来瞎眼的 这与信徒疾病的性质 是完全不同的 一切生来就有的病 也许与自己的罪无关 但是 当我们信主之后 而有的病 照着圣经看来 乃是与罪有关的 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 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罪必须先认 然后才会得着医治 罪是疾病的根源 所以 无论如何 疾病尝试神的鞭打 要叫我们注意 并弃决我们所轻忽的罪 神所以允许疾病 临到我们身上 乃是要惩治我们 洁净我们 使我们看见我们的错处 也许是因我们有了不义 亏负了谁 或者得罪了谁 没有弄好 或者有了骄傲 和贪爱世界的心 或者 在工作中 起了自恃和贪力的心 或者在什么地方 神说了 还不顺服 所以 神的手 就重重地 夹在我们的身上 教我们注意到这些事 所以 疾病就是神对于罪的明显审判 这并非为那一个患病的 就必定是比别人的罪加重 比较路实三二 反之 受神惩治的 都是那些罪圣洁的 约伯就是一个例 信徒每一次 因着受神的管教 以致患病的 都有得极大祝福的可能 因为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来时而时 疾病 叫我们有时候回想 有时候来查验 以往的生活 知道 有什么隐藏的罪恶 强项 和己异 以致教神 这样地惩治我们 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会看见 我们到底在那里 与他上是有间隔的 我们才会 搜求我们心里最深的地方 才会知道 在以往的日子 我们的生命 是何等地充满了自己 并不像神圣洁的生命 因此 就能在灵命上进步 并得着神的医治 所以 患病信徒的第一件事 并非要 积极寻求医治 和医治的法子 他不必慌 也不必怕 他所应当做的 就是将自己 完全摆在神的亮光中审查 诚心要知道 到底他是因为什么缺陷 受了神的鞭打 他应当自审 自己定罪 这样 圣灵就要将他失败的地方 指明给他看 凡他所已经看见的 他应当立即弃绝 应当对神认罪 如果这罪是有损害于人的 就是应当尽其所能来赔偿 并且相信 神是悦纳的 应当将自己重新献给神 愿意遵行他所有的旨意 神本来并不甘心 使人受苦 使人忧愁 哀三三十三 所以 当他看见 他所的自审已经达到了 他就要停止他的责打 当他的诚挚用不着的时候 他是很喜欢将其收回的 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这样自审 他就不定我们的罪 神要我们脱离罪与己 所以 当这个成功的时候 疾病就要停止 因为疾病已经完成了 他的使命 今日信徒的大需要 就是知道 神惩治我们 乃是有一个专一的目的 所以 应当让圣灵来指摘他的罪 好叫神的目的得以成功 当神的目的达到的时候 惩治已经无用了 神就能 也要医治他 当信徒认罪 除罪 并相信罪得赦免之后 他就能相信神的应许 坦然无惧地知道 神要叫他起来 现在良心没有什么控告他的了 所以 他有胆量来到神的面前求恩 乃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 才觉得难以相信 或者不敢相信 但是 顺服圣灵的光照 除去罪恶 和得着赦免 就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来 疾病的原因既然除去 就疾病也可以随之而去 现在患病的信徒不难相信 主因罪鞭打他的身体 罪即得着赦免 他的身体也要蒙恩得着赦免 在这样的时候 主的同在要特别的显明 主的生命要进入身体 使之又活过来 我们知道 不知道天父对于我们 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 要更正我们呢 他就是借着疾病 帮助我们来明白自己的缺点 我们如果不压制良心的声音 就圣灵必定借着良心 将我们受惩治的原因 一一告诉我们 神是喜欢赦免我们的罪恶 抑制我们的疾病的 主耶稣救赎的大公园 是包括赦罪与医病的 不过他不愿意 我们和他的中间 有了什么隔膜 他要我们空前的 倚靠他而活着 所以 现今是我们完全顺服 投靠他的时候 天父巴不得不要责打我们 他何等的愿意医治我们 使我们因着多看见 他的爱心和能力的缘故 便与他有更亲密的交通 疾病与自己 所有的不良和仇视的环境 都是要表明我们的真相的 这些的环境并不会 以我们所没有的罪恶给我们 乃是将我们里面 所有实在的情形表明出来而已 疾病也是这些环境中之一 疾病也是要叫 我们看出自己的真相来的 我们从来不知道 我们到底为神活着是多少 为己活着是多少 乃是当我们患病 特别长久患病的时候 才看出来 我们平日可以说 我们是完全愿意顺服神 无论神怎样对待 我们都是满意的 但是 当我们患病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我们平日所说 到底是否真实 神在他儿女身上 所要成功的 就是要他们 以他的旨意为满足 以他安排的旨意为满足 神不要他们 因为自己的什么感觉 而对他的旨意 特别他的安排 有了什么威严 因此 他就不时容许 疾病临到 他最亲爱的儿女身上 要看他们用什么态度 对待他所安排的旨意 最可惜的 就是信徒 受神的试炼的时候 因为有自己的 欲好的缘故 便埋怨神 为什么使他 陷入这样的地步 他不会以神 所给他的为最好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神给疾病 意思不过是神 允许疾病临到 人身上而已 直接给疾病的 乃是撒旦 不过疾病 所以临到身上 都是经过神的允许的 也是有目的的 约伯的经历 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的心中 充满了许多的欲望 要求早日痊愈 因此 神不得已 就只得延长疾病 在他身上的期间 因为神的目的 若未成功 神是不肯除去 他的工具的 神所有 与信徒来往的目的 就是要信徒 无条件地顺服他 无论他怎样 待他都好 他就是甘心乐意的顺服 神不喜欢看见信徒 在顺势的时候 就赞美他 在患难的时候 就埋怨他 或者疑惑他的爱心 或者误会他的作为 神要信徒 顺服他到一个地步 就是把他摆在死地 也是不肯抵挡他的 神要他的儿女知道 一切临到他身上的 都是他所给的 无论身体的情形 环境的情形 如何险恶 都是经过他的守定的 凡于他有关的事 就是像一根头发的脱落 也有他的旨意在内 他如果抵挡 临到他身上的事 他就不能不也抵挡 那让这些事 临到他身上的神 他如果因疾病 太苦而生恨物 他就也不能不抵挡 容让疾病 临到他身上的神 现在的问题 并不是信徒 应当不应当患病 乃是信徒 应当不应当抵挡神 神是要信徒 在病中忘记了病 忘记了自己的病 只仰慕看他 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是神要我这样病 将来还要这样病 我到底愿意不愿意 我能否顺服他大能的手 而不抵挡呢 我会不会在受苦的时候 起了贪求在他 现实 旨意之外的健康呢 我们会不会顺服到 他所要成功的 已做成功了之后 才顺着他的旨意 来求医治呢 我会不会在他管教我的时候 不在他之外 去寻求医治呢 我会不会在极端痛苦的时候 并没有发出什么恶心 盼望来得着 他这时所不给的呢 这些问题 应当深深刺入 每一个患病信徒的心里 神本来并不喜欢 他的儿女生病 他的爱心 叫他更愿意让他的儿女 经过顺势的日子 但是 他知道 在这里有一个危险 就是当信徒顺势的时候 他们所有爱他的心 赞美他的话 为他做的事 不过都是因为 他们顺势的缘故 他知道 我们的心 是最会远离他和他的旨意 而转向他的恩赐的 所以 他只得允许 疾病和其他类似的事 临到我们身上 使我们看见 到底我们是要神 还是要神的恩赐呢 如果在诸般的逆境中 我们并不急自己 也不为自己而怎样追求 就我们真是要神的 疾病最会表明人 是要自己的意思 还是要神的安排 我们还有自己的意思 都是因为我们在平日的时候 真是太充满自己的意思了 在神的工作上 在我们待人接物中 在我们的思想和主张上 真有太多牢不可破的意思 所以 神不得已带领我们亲近死门 使我们看见 抵挡他的真实无性 神让我们经过极深的痛苦 好叫我们破碎 舍弃他最不喜欢的记忆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 在平日主对他说话 好像都是听不见的 乃是当主教他身体受苦之后 才肯完全顺服 主的法子是 如果爱心的劝勉失去效力 就唯有用鞭打了 他鞭打的目的就是要把己意打碎 每一个患病的信徒 最好应当在这里自审 除了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意思之外 神所最恨的就是我们自爱的心 自爱的心是危害属灵生命 并破坏属灵工作的 他如果不能从我们里面 把自爱的心碾出去 就我们总不会在灵城上猛进腾飞 我们的自爱乃是与我们的身体 特别发生关系的 说我们自爱 就是说我们爱自己的身体和性命 所以因为要灭绝我们自爱的心的缘故 神也最多让疾病临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因为自爱的缘故 怕身体衰弱 神却叫他衰弱下来 我们怕身体苦痛 神却叫他苦痛 我们巴不得痊愈 但是正后却一天坏似一天 我们要保守性命 但是至终连性命的盼望都没有了 自然在神这一种的对付中 是因人而异的 有的更重 有的甚轻 但是神要除去自爱的心都是一样的 也不知道有多少刚强的信徒 必须等到临近死门的时候 才会减少他的自爱 现在身体已经败坏了 性命已经危险了 疾病已经蚕食了他的健康 疼痛已经消灭了他的能力 现在什么都是破碎的 还有什么是可爱的呢 信徒到了此刻真是怨死 真知道自己是绝望的 自爱的心已经无可存留了 所可惜的就是 他到了这样的地位时 不知回转过来 知取神医治的应许 最难的就是信徒和神态不同心 神的目的乃是要使信徒失去自爱的心 所以才让他病 但是信徒却越患病越爱自己 越软弱越顾念自己 神的目的是要他忘记他自己 但是他却念念不忘地想到自己的病状 想到身体的苦痛 想到医治的法子 想到正后是变好或者变坏 他所有的思想几乎都是自己 现在他是何等地注意自己的饮食 要进这个 要记那个 如果稍有不当 他是何等地忧愁呢 他是何等注意自己的冷暖和睡眠 只要发一点热 或者这一点凉 或者有一夜睡不好 他是何等地难受呢 好像这些是会治他命的 他是何等地会想到别人如何对待他的 到底人思念他够多与否 人看护他够好与否 人来看他够长与否 都是他所集会感觉的 这样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 都是花在思念自己的身体和其情形里 而不思念主和他所要成功在他身上的 真的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 在病中是完全迷在自己里面的 真的 我们平日并不知道 我们是怎样爱自己的 乃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我们是这样爱自己的 这岂是神所喜欢的吗 他要我们知道 自爱害我们是比什么都大的 他也要我们知道 我们是几乎自爱的 他要我们学习在疾病中间 不看自己的症候 不顾自己的疼痛 专心仰望他 他要我们将身体完全交在他的手里 让他去看顾 每一次有不良的症候发现的时候 都是警告我们不要再思念身体 只要完全思念主 但是 信徒因为自爱的缘故 所以一生病就是寻求医治 他从来不曾想到 他应当先除去心里的恶行 然后再求神医治 他的眼目只盼望的这医治 他并不查问 为什么神使疾病临到他的身上 到底他应当悔改什么 应当除去什么 应当离弃什么 才不枉费神这一番的工作 他就是顾念自己 舍不得自己衰弱 巴不得立即强壮 所以 他就到处寻求医治的法子 他向人求问 向神求告 盼望早日痊愈 神在这样的光景中 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 我们时常看见这样的信徒 虽然得一时的医治 究竟不能长久 过了一时 就急还要复发 病的根源未曾除去 而享有长久的医治 那里是可能的呢 疾病源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法子 他并不是要我们慌乱并求医 乃是要我们顺从并祷告 最可惜的 就是信徒并不对主说 请说 仆人静听 乃是仰望早日得着痊愈 我们的目的 乃是要历时脱离痛苦与软弱 我们建立赶快地寻求最好的药方 疾病好像催促我向去发明各种的制法 每一点的症候都叫我们惧怕 都使我们的头脑做工 神好像是离我们很远 我们灵性方面的光景都忘记了 我们所思想的就是自己的苦楚和医治的方法 如果持严难治 我们就要误会父的爱心 如果医药顺利 我们也要赞美神的恩典 但是让我们问说 专心要脱离苦痛 真是圣灵的引导吗 这样的用肉体的力量会荣耀什么 医药 自爱天然生出几法 就是因为信徒这样自爱 而不在根本上和神解决的缘故 当他们病的时候 就去求人是医药的医治 我们在这里 并非要断定医药到底是否可用 我们现在没有工夫来辩论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所能说的 就是主耶稣既然为着我们在十字架上 预备好了救恩 叫我们的身体能以得着他的医治了 好像我们若在转向人士 寻求医药的帮助 若非不信就是无知 许多的人总要辩论以为 医药到底是否可用 好像这个问题一解决了 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岂之不然 属灵生活的原则并不在乎可否 乃是在乎神有没有引导 是不是出乎自己的活动 所以我们的问题 是当信徒因着自爱而热切寻求医治 倚靠医药 这到底是出乎自己的活动 还是受圣灵的引导呢 照着天性而言 人对于神的救恩都是要依靠自己的工作而得救的 乃是经过神许多的打击之后 他才肯由信心而得救 对于身体的医治 人岂非也是如此吗 恐怕比罪孽赦免的挣扎还要厉害 这是因为他知道除了依靠主耶稣的救恩之外 天堂的门是没有法子可以开的 但是身体的医治还有许多医药的法子可用 他何必依靠主耶稣的救恩呢 我们现在所注意的点 并非医药是否可用的 乃是我们使用医药是否出自自己的活动 是否辜负神的救恩 对于拯救人脱离罪恶 世人岂非有许多的法子吗 他们岂非有许多的哲学 心理 伦理 道德 礼教 规矩和教育 用以使人向上脱离罪恶吗 我们信徒是否以为这些法子是完美的呢 我们到底是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 或者是要这些人事的法子呢 照样 世人也有许多的医药 用以拯救人脱离疾病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已经成功了 拯救人脱离疾病的救恩 我们到底是要照着人事的法子去得着医治 或者是倚靠主耶稣呢 我们承认 神有时也曾借着什么媒介来彰显他的能力和荣耀 但是从圣经的教训和信徒的经历来看 自从人类堕落之后 我们的感觉支配了一切的生活 教我们天然的倾向神的媒介过于神的自己 因此在生病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信徒注重医药过于神的能力 虽然口里也说倚靠神的能力 但是他们的心几乎是完全归向医药 好像没有医药 神的能力就发不出来一般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不安 烦躁 胶着 慌忙 要四处寻求最好的法子 并没有一种因着倚靠神而有的平安 因为医药这样充满我们的心的缘故 便叫我们失去神的同在而转向世界 这样一来 救神本来是要借着疾病带领我们与他更亲近 而结果适得其反 也许有人能够使用医药而不受其害 但是这样的人恐怕很少 多数的信徒总不能使用医药而不残害其灵命的 总是看媒介过于神的能力 依靠医药得着痊愈和依靠神得着痊愈 其中是有极大的分别的 医药的能力不过是天然的 神的能力乃是神圣的 得着此二者医治的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 使用药物的医治乃是靠着其人的聪明 依靠神的医治 乃是靠着主耶稣的功劳和生命 并且就是医生是一位信徒 也曾求神赐给智慧并祝福他所使用的药物 他也不会使得着医治的人 同时也得着属灵的福气 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 已经让他们的心转向医药过于主的能力了 所以有时虽然他们在身体上得了医治 但是他们灵命却大受损害 如果信徒倚靠神 他就不用医药 只将自己交给神的爱心和能力 他就要在神的面前查考自己的病源 到底是因自己在那里得不着神的喜悦 这样就叫他痊愈时 不止身体得意 就是灵性也是得福 信徒都要以为医药都是神所给的 所以他们是可以用的 但是我们在此所要注意的 就是到底使用医药是否出乎神的引导 医药是否神所给的 我们不予辩论 不过我们欲问 主耶稣岂非神所名给信徒 做信徒疾病的救主吗 我们到底是应当与世上不信的人 或者以信而信心软弱的人 同去寻求医药 借着天然力量的医治 或令应当接受神所预备的主耶稣 而完全依靠他的名呢 依靠医药与接受主耶稣的生命 乃是二件完全不同的事 我们承认医药也是会医治人的 医学和药物学 曾发明许多医治人病的法子和东西 但是这样的医治 不过是属天然的 并非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最好 信徒可以求神祝福医药 也可以得着医治 痊愈后也可以感谢神 因为乃是神亲自医治他 但是这样的医法 并非接受主耶稣的生命 这是信徒因着贪求利便 离开信心征战的现象 如果得着痊愈 乃是我们在疾病中 与撒旦奋斗的所有目的 就无论何种的医法 都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在疾病中 是要成功比光的痊愈 更紧要的是 就我们怎可不安静地 在神的面前 等候他的方法与时候呢 我们并不愿意强硬地说 神并不祝福医药 我们知道 在许多的时候 神也曾祝福 因为他是仁慈的 又是宽大的 但是这样的信徒 并非站在救赎的地位上 他们不过与世人 站立在同样的地位上 对于疾病这件事 也像世人一样 不能为神做一点的见证 吞福 复徒 注射 并不会将主耶稣的生命给我们 我们依靠神 不过是站立在一个 比天然更高的地位而已 医药的医治在许多的时候 是痛苦的 迟缓的 神的医治是迅速的 有福的 一件事是定规的 我们如果是因着 倚靠神 而得着医治 就我们在这样的医治中 所得的属灵的益处 断非我们倚靠 医药全域所可得的 在许多人的身上 患病好像比得治是 更有益处的 当他在床上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 是何等的懊悔以往的生活 但是到好了的时候 他要比从前更远离主 如果他是倚靠 神得着医治 就不至如此 他就要认罪 舍己 相信神的爱心 倚靠神的能力 他就要接受 神的生命和圣洁 他就要与神 有一个不能分开的心关系 我们所应当学习的功课 就是神在一切疾病里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停止自己的活动 而完全投靠他 多少的时候 当我们热切寻求医治的时候 不过是受自爱的心的模式 因为我们自爱的缘故 所以我们乃是专一的 要寻求医治 而忘记了神 和他所要教训的功课 如果神的儿女 没有自爱的心 就他们怎会 积极寻求医治呢 如果他们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就他们怎会转向人士 去求医药的帮助呢 他们必定安静地 在神面前自审 要先明白 神给疾病的意义 然后 因着父的爱的缘故 向他寻求医治 在这里 我们看见 倚靠医药的帮助 和倚靠神的能力 不同的地方 前者 信徒是急切要求痊愈 后者 信徒是安静地 寻求神的旨意 都是因为信徒 自己有了强烈的欲好 又充满了自爱的心 并要利用自己的力量的缘故 所以在害病的时候 才那样地寻求医药 如果他是寻求神的能力的 就不如此 信徒若是要倚靠神得着医治 他就要实在地认罪 并除罪 甘心完全奉献自己给神 现今患病的信徒真是不少 但是 主在他们身上 都有他的目的 什么时候 自己失去了势力 什么时候 主就要施行医治 信徒如果不肯低下头来 甘心乐意地害病 以为神所给他的是最美好的 乃是在他之外 去追求医治 在心里反抗神 这样地对待他 神不得已 就得让他再病 信徒如果不肯除去自爱的心 仍然是津津地顾念自己 体贴 怜惜 思念自己 而不在神里面失去自己 就神还要给他许多 可以使他自怜的 信徒如果不肯停止自己的方法和活动 而在主耶稣的救恩之外 去寻求医治 就神还要让他看见人世的医药 并不会以长久的痊愈给他 神要他的儿女知道 强壮的身体并非用以使自己快乐 并照着自己意思行的 乃是完全为着他 医治的灵就是圣洁的灵 我们所缺乏的不是医治 乃是圣洁 我们所应当首先脱离的 不是疾病 乃是自己 当信徒肯不用什么人世的法子和医药 而专心倚靠神之后 他就看见自己的信心 比平常要强壮得多 叫他与神中间有了新的关系 叫他起手生活一个前所未有的 依靠和相信的生命 不特灵魂 就是身体 也是交在神的手里 他要看见神的旨意 乃是要彰显主耶稣的能力 和他为父的爱心 叫我们运用 并兼顾信心 证明主 不只救赎我们的灵魂 也救赎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不必为身体忧虑 太六二十五 我们交托主了 他必定照顾 如果我们历史看见拯救 我们应当赞美神 不然 如果病症更为严重 我们也不可疑惑 只当注视神的应许 不要诱向从前自爱起来 也许神要借着这个 把你自爱的心 涓滴都炸出来 你若顾念身体 就要疑惑 如果注视应许 就要亲近神 加增信心 并且得着医治 不过在另一方面 我们也得谨慎 不然就要流入极端 虽然神要我们完全依靠他 但是当我们真是拒绝自己的行为 对他有完全的信心的时候 他也喜欢我们用一点天然的东西来帮助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意思就是指着提摩泰的酒说的 提摩泰的胃口不清 屡次患病 保罗并没有责备他缺乏信心 以致他不能得到神 直接医治他 反而劝他用一点酒 因为酒于他是有益处的 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使徒竟然叫他用一件像酒这样的东西 而这件的东西是个居在善恶之间的 我们从这件事可以学一个功课 就是我们必须信神 以靠神 提摩泰是如此的 同时不应当屈辱极端 如果我们的身体有点软弱 对于我们身体有补义的东西 也是我们应当凭着主的引导而用的 这样补义身体的物品 如果随着主的引导而用些许 乃是会增加我们身体的力量的 在我们身体没有得数以前 我们还是一个人 还有一个身体 所以天然方面相当的注意 也是应当有的 这样的用补品 是可以与信心并行不备的 不过信徒不应当只知用补品 而不知如何相信神 医治是更好的 但是有一般的信徒走得太过了 他们本来是最刚硬的 但是因为神让疾病 临到他们身上的缘故 他们便被神打碎了 他们因为顺服神 责打旨意的缘故 叫他们变作非常的温柔 慈爱 和顺并圣洁 他们就以为 生病在他们的身上 既是有这样的效力 他们就喜欢病 过于健康 以为疾病会叫他们的 属灵生命飞腾 他们现在并不寻求医治 如果他们是应当痊愈 就让神自己来医治他们 他们就是接受一切临到身上的疾病 他们以为生病时比康健时 是更易于敬虔的 寂静于苦痛 叫他们更亲近神 过于活动的时候 躺卧床上的时候 是比奔走各处更为加美的 所以他们就不愿向神寻求医治 他们以为 他们怎样知道 强壮是比软弱更为有益的呢 我们承认许多的信徒 乃是在病中 才离弃他们的恶行 才有许多高深的经历 我们也承认 许多的废人 和有残疾者 真有超人的敬虔与属灵的经历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 许多的信徒在这里 是有好几点不清楚的 病人虽能圣洁 但是 这不过是勉强的 也许如果他是强壮的 能以自由拣选的 恐怕他还要回转到世界和自己里 患病才会使他圣洁 没病他就要属世 主必须叫他长久患病 他才会长久圣洁 他的圣洁 是靠着他的疾病的 我们应当知道 属主的生活 是不限定于疾病的 不要让人以为 信徒除了受神用疾病制服之外 在日常的本分中 是没有能力荣耀神的 信徒应当在逐日的生活 彰显出神的生命来才可以 忍痛固然是好 但是 在满有力量的时候 若能顺服神 岂非更好 我们应当知道医治 神医治我们 乃是属神的 我们如果去寻求人世医药的医治 自然我们是要与神隔开的 但是 我们如果寻求神的医治 就叫我们与神更亲密 一位得着神医治的人 要荣耀神 过于长久患病 患病可以荣耀神 因为患病给神 有一个彰显他医治能力的机会 约九三 如果长久患病了 就神那里会得着荣耀呢 当我们得神医治的时候 我们因着看见神的能力 也就看见了神的荣耀 主耶稣从来没有以为 疾病乃是一个福气 是信徒所当忍受到死的 他也没有说 这是父神爱心的表现 主耶稣要他的门徒 背负十字架 但是 他并没有说 病人应当长病 他对他们说到 他们要怎样为他受苦 但是 他并没有说 他们要为他的缘故患病 他说 在世界里我们有苦难 但是 他并不以为 疾病就是苦难 他真实在是受苦的 但是 他并没有患病 并且 当他每一次看见病人的时候 都是医治他们 他都是以为 疾病是从罪和鬼来的 我们必须分别受苦与患病 虽然一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就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十三四十九至二十 雅各说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雅五十三 以得着恩典与力量 但是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十四 使他得着医治 临前十一章三十至三十二节 已经将疾病 对于信徒的关系 说得静静无疑了 疾病始终是神的诚治 信徒如果肯自身 神就要叫疾病过去 神始终没有要信徒 长久患病的事 信徒若肯除去神所定罪的 若再容让疾病在其身上 就是不知道 神使他患病的原因了 我们应当知道 没有一种的责打是长久的 责打的原因一除去 责打就也随之而去 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 来十二十一上 信徒现在几乎都忘记了神的后来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九十一 十一下 我们在此看见 责打不是永久的 并且最美好的果子 乃是在经过责打之后 才结出的 我们也不当误会 以为神的责打 就是神的刑罚 严格说来 信徒是不再受刑罚了 林前十一章三十一节 就是证明这个 我们千万不要让律法的意念 存在这里 并非为我们犯了多少罪 所以必须受多少刑 才得抵罪 这里并非法庭里的事 乃是家庭里的问题 我们如果回转来看圣经真接的教训 我们就要看见 神到底是要我们的身体如何 我们只要读一节的圣经 就可将许多人的理想完全推翻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约参二 这是圣灵末世使徒的一个祷告 所以这是表明神对信徒的身体 在永世里是存着什么心意 神并不要他的儿女一生 总是疾病缠绵 不能为他做活泼的功的 他欢喜他儿女的身体 能够同他们的灵魂一样健壮 一样兴盛 这个叫我们毫无意义地断定 长久患病并非神的旨意 他可以暂时责打我们 使我们失去健康 但是他并不喜欢我们长久软弱 保罗在铁前五章二十三节里所说的话 也叫我们看见 长久害病并非神的旨意 灵雨魂的光景应当如何 身子也应当如何 如果我们的灵雨魂乃是无可指摘 全然成圣的 而我们的身子乃是软弱 患病充满疼痛的 神就必定不满意 他的目的 原是要救一个完全的人 并非一个人的那一个部分而已 主耶稣在世所有的工作 都是证明神对于疾病到底有什么旨意 因为他一生除了遵行神的旨意之外 并没有再做别的功了 特别那次医治长大 长大麻疯的故事 叫我们看见天上神的心 到底是要怎样对付疾病 长大麻疯的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在这里 我们好像看见一个人要叩天的门问看 到底医治疾病是不是神的旨意 我们底下看见 耶稣伸手摸他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太巴尔治三 医治尝试神的旨意 信徒如果以为神并不愿医治他 乃是要他长久患病 就是不知道神的旨意 主耶稣在世的工作 乃是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十六 我们不能以为他今天已经改变了他的态度 我们知道神在今日的目的 就是要他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太六时 神的旨意是行在天上的 但是 天上有病吗 这样看来 神的旨意 绝对不是与疾病投合的 现今的信徒 也不知道有多少 当他们为着医治祷告一时 好像神是不听 已经绝望了之后 就说 愿主的旨意得成 好像主的旨意就是疾病与死亡的代名词一般 这是一个大错误 神的旨意并不是要他的儿女患病 虽然有时他允许的旨意曾让他们患病 为要避意他们 但是他命定的旨意永远都是要他的儿女康健 天上没有疾病 就是证明神的旨意从来不是要他儿女生病的 我们如果回转过来看到底疾病是从那里来的 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应当寻求医治的 行传十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说 所有的疾病都是被魔鬼所压制 主耶稣论到腰弯的女人说 她是被撒旦捆绑了 路十三十六 当她医治彼得的岳母的时候 她斥责那热病 路四三十九 一若斥责邪鬼一般 我们若读约伯记 我们就会看见乃是魔鬼 叫约伯生病 一二神叫约伯痊愈 四二 使保罗软弱的刺乃是撒旦的差异 临后十二期叫他刚强的乃是神 西伯来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 长死权的乃是魔鬼 我们知道病一成熟就死 病不过是死的一种表示 如果撒旦长死权 就撒旦也必定长病权 因为死不过是进一步的病 并不过是后一步的死而已 读过了这么多的圣经之后 我们不能不断定说 疾病是从魔鬼来的 都是因为信徒有了什么缺欠的缘故 所以神才让撒旦来攻击他的儿女 所以神的儿女如果 一不肯除去神所要求的 而让疾病留在他的身上 或者二除去神所指示的 而依然欢迎疾病继续留在身上 都是自动地将自己放在撒旦的压制之下 当我们照着神所启示的儿行之后 我们就当拒绝疾病 以为这是从魔鬼来的 那有自干受他捆绑之理 我们应当清楚明白 疾病是属乎我们仇敌的 并不是我们所应当欢迎的 神的儿子乃是要我们自由 并非要我们受捆绑 当信徒用不着患病的时候 为什么神不是疾病离开呢 这是许多人所要问的 让我们知道 神乃是照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 太八十三 这永远是他对付我们的原则 多少的时候 神是愿意医治他的儿女的 只因他们没有这样相信 也没有这样祷告的缘故 所以神只得让他们继续患病 信徒如果就是容让自己患病 或者更甚地欢迎疾病 以为疾病会使他脱离世界 更为圣洁 主就也只得照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神常是照着他的儿女 所能接受地对付他们 神也许是最喜欢医治他们的 但是只因其没有信心来求 所以他们就得不着这个恩赐 我们不应当比神更有智慧 也不应当过于他圣经所启示的 虽然病是有时很像圣所 使到里面的人都受感动 但是这个总非神命定的旨意 总非神的最好 我们如果就是照着我们情感的意见 而不顾神启示的旨意 就神也指得让我们自行其事 多少的信徒就是说 无论什么我都是交在神的手里 痊愈也好 患病也好 我就是让神主张 让神对待我 然而 最常的就是这样的人 并非不用医药的 这是什么都交在神的手里吗 对于寻求神的医治 就推诿 是交在神的手里 对于寻求人的医治 就依然使用医药 这是太像矛盾了 其实多少的信徒 因为卧床已久 已失去他意志的能力 所以不能用力抓住神的应许 他这样的顺服 其实乃是一种灵性的懒惰而已 他心里也是喜欢康健的 然而这个并不会使神做工 许多的信徒 被动的顺服疾病太久了 以致他好像病灌了一般 并没有胆量来寻求自由 他最好就是 别人代替他相信 或者神不顾他怎样 而将信心给他 使他相信 但是 如果他的意志不活泼起来 不抵挡魔鬼 不抓住主耶稣 神所赐的信心 是不会来的 多少的病人 并非他们必须病 乃是他们没有力量 来支取神的应许 我们应当知道 在疾病里所得的灵性上 祝福是远不及在医治时 所得着的 我们如果是靠着神 并且将自己奉献给他 而得着医治 就自然的 当我们痊愈之后 我们还要继续圣洁度日 才会保守我们的健康 当主这样医治我们的时候 乃是他逮着我们的身体 这样的喜乐 真是不可述说 不是因为得着医治 乃是因为与主有新的关系 对主有新的经历 从主那里得着新的接触和生命 在这样的时候 信徒要荣耀主 比他在疾病时更多 所以 神的儿女们应当起来寻求医治 先在神的面前 听他借着疾病索要 对我们说的话 然后专一照着他所启示的去行 再后让我们 把我们自己的身子 专一交托在他的手里 并奉献给他 如果在我们旁边 有教会的长老 能为我们徒游 雅五十四至十五 就要请来 照着圣经的命令而行 不然 就让我们在寂静的中间 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 神要医治我们 出十五二十六 谢谢大家 来吧 谢谢大家